最近这一阵子我练习了一个就是这个冥想 只要让我有一点了解瑜伽经里面有一段经文说的话 瑜伽经里面说啊 就关于冥想这件事 他说你如果想要得到大象的力量 你就对着大象的冥想 不是对着他啦 就是你冥想你有大象的力量 然后你假如想要有太阳系的知识 就对太阳系冥想 你想要有 你想要有关有意识的知识 就对心轮 然后对顶轮的光冥想的时候 你就会有渊博的知识 对喉咙冥想的时候你就会终止饥渴 这是经文里面提到的 我之前看的时候都不知不太了解 很难领悟 就是傻小 然后对啊就是写什么 可是最近我运行 上次我跟大家分享就是关于 松果体跟脑下垂体这件事情 因为他跟他其实跟科学比较有关系 他是解剖学 里面 如果以解剖学的角度来说 我再跟大家聊一次在哪里哦 因为待会我们冥想的时候需要顺着这个路径 我们的那个头壳就是骨骼的部分